台东市代表们利用开会的空档 检验今年夏天刚启用的泳泉游泳池是否安全 也到了位于根深路上的台东县外籍配偶协会 因为台东市外籍配偶比例相当多 不过外籍配偶协会是隶属中央单位 也商界离办公室活动中心多年 严重的影响里面的权利 我们第一张就是外配 外配本来就是我们市公所 本来就是我们的礼办公处 我们的活动中心 现在这就包含我们 马南市的马南里的新生里 还有中心里 自强里 并说我们外配收容是没关系 因为它也收容很久了 这个旗舰也会很久了 我的意思是说 也不是说长久之际嘛 因为那是中央的嘛 中央既然我们要辅导我们的外籍配偶 最起码你要找一块 比较像样的地方 另外台东市路数相当多 要种植长成大树也相当的不容易 何况现在市公所财政也困窘 移植老树存活率也会降低 也要市公所不要花了钱 却又无法做到绿化 我们要移植也要找一块适当的地方 我们的市民要跟他们沟通 很大树 你买移植也是说 因为我们所长也说存活率可能很少 新闻范耀玲台东市报导